这个大家我们不一定就是以前的这白宫这个发言人 他呢是在电视上 3月27号被人在电视直接问了 2014年中兴局推翻乌克兰政府的这个事 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这些呢是公开信息了 有人还在挺屋 那这样的人只能说什么呢 一定有证证 当人家问他的时候 他低着头想想想想想想不出来 也不敢直说 因为什么呢 人家有录音的录音都放出来了 是谁呢 这个人叫Victoria Newland 就是现在是次国务卿 国务次卿或者叫 当时他就是在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政府里面 是在国务院工作 当时那是属于是2号或者3号人物吧 在这个整个乌克兰政府被颠覆 这个录音人家都截获了 现在都公布了 这个Newland和谁呢 和当时驻乌克兰的美国大使 就是美国驻乌特大使 两个人通话 说换谁不换谁 谁应该拿下 谁应该怎么怎么样 谁的政治倾向怎么样 这个是明显的 干涉他国内政策 你就说 另外一个角度 你跟我说乌克兰是一主权国家吗 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 是由外国势力来安排的 你还跟我说你现在支持的是乌克兰吗 对不对 这些事啊 细节太多了 咱们就正好碰着这个 我这拿着说一下 好了 这我不得不提嗓的 这人叫什么叫Made Van Dick Made这个人呢 他是哪呀 他是Iwa的Kentucky的一个什么什么人 自己呢 平时搞一些武器装备呀 搞一些迷兵集训呢 或者喜欢打枪吧 好 正义感爆棚 吴国战争爆发 说兄弟我不光是平时讲理论了 也不是设计上练习了 我亲自上前线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个乌克兰战争 好 去了 去了以后呢 出了这么三个方面的事 第一 他是不被人信任的 那样吧 就是当 就是乌克兰那边现在 指挥乌克兰军队的这些 军队的高级人员 或者怎么样吧 对他的背景 来历 就是总有怀疑 就是不是真正信任他 所以他是 自己讲是一厢热血 要为正义献身 怎么样是吧 好 那么他没有参加实际战斗 他只是说自己 他现在 大家看他现在穿着服装 这服装 大家不要以为是军服 不是 这是他自己戴的服装 就是自己买的衣服 自己戴的服装 自己买的头盔 自己怎么怎么样 装饰 然后呢 到了乌克兰 乌克兰的武器到处都是 黑色到处都有 据说他自己说 这是乌克兰的 一支什么武装力量 发给他的枪 但是也没法证实 总而言之 就是他没有真上前线 他走到离前线还有一段距离 就是这个战壕里边拍些照片 去了呢 他说他听到枪声了 是经历了战活的考验了 然后很快就回来了 这么一个人 我要说他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说我想到 讲中文这个群体里边 也有一部分人 要去到乌克兰 说要从军 要用一枪热血 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报复 理想正义民主啊 等等这些东西啊 特别是纽约东部啊 就东海美国这么有一帮 民主斗士 民运人士啊 都已经战争刚发生的 去年吧 啊 那信誓旦旦 推特上都有记录啊 互联网上有记忆的 是吧 好 但是和这哥们相比呢 那就又差了很远了 您别管他这个卖的 他是不是真去打仗了 咱也没法证实 他是不是真开枪了 或者真经历炮火的洗礼了 不知道但最起码 他还真去乌克兰了 他真进了战壕了 您别管他是 这个摆拍演戏 您去过拍给我看不见 这去一次不是很容易啊 对不对啊 这一点就说呢 这又看出这个 东西方的差别 西方再烂 就是这哪怕认知错误 他也还多少勇于 有一点实践 言和行多少还挨着啊 这个我们东部的 这伟大的民主领袖们 那嘴上说的 实际做的完全两回事 知道吗 后边这个 有关乌克兰战争的真相 这两天呢 这网上传遍了啊 这是一个解密文件 这个解密文件呢 就是美国政府和乌克兰 和俄罗斯这场战争 或者是代理人战争 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俄罗斯 在作战 在利用乌克兰这块土地 利用北约这些所谓的小爪牙 小兄弟 就是打仗 打仗的目的呢 就是军工集团吧 这是美国历来过去 135年的既定政策 军工集团 好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 现在被这份文件呀 给泄露出来了 这份文件讲了很多很多东西 里面相当多的内容 就是对乌克兰战争 谁是正义的一方 什么是侵略 什么是战争正义 等等这一切啊 如果有时间的朋友 可以一点点来读读 这里面讲东西太多了 我这截了好多图 其中这有一段文字呢 我把这个文件 这个文字给截下来了 接下来有一段 我特别感兴趣什么呢 我们一直说伤亡数字 这个文件里面讲的是1比4 就是说俄罗斯 如果说是伤亡啊 一个 那么乌克兰就是4个 那1比4 当然有些这个军事高层的人 在这讲什么 就说啊 他们甚至 你想那个谁啊 麦格格 那他讲就是甚至高的时候 有1比10这个比例 啊 这些严格讲的 咱们就按他的文件说吧 按他的文件说 巴赫姆特这个这个是 这个绞肉机 这么折腾下来 这几个月下来 已经是71500人 乌克兰军队 已经损失了这么多人 大家知道 如果71500人 阵亡的话 那么受伤 至少是这个三倍 对吧 那就说什么 他至少有30万大军 失去战斗力了 这个和我们一直讲的 和这个非主流军事频道 做出判断完全一致 对吧 就是这个真相 永远 他是真的 真的就是真的 迟早都会被各式各样的信息所佐证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后边 这个乌克兰方面 尽量压低 这个死亡数字 伤亡数字 包括啊 他们和BBC 要做访谈 就是利用西方的主要大媒体 来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往往都是压低数字 压低数字干嘛呢 领钞票 那么这人如果死了的话 就不发响银了 我这牌 比如说这个死了六个人 是吧 到发银子的时候 我不报这死的人 啊 张三没死啊 张三今天不在 我替他来领钱 你知道吗 他要领工资的 排队拿银子啊 数银员 数钞票的 哎 多一个人就多领一份 领完了回去 大家一分 分完了干嘛 干嘛 买毒品呢 是寄给家里 也是干什么用 那就另外一回事 总而言之 所有死的这些人 都不上报 或者少报 啊 就是这里空想啊 就人已经死了 但是呢 还得发这个响银 啊 这意思 这个文件呀 里面内容太多了 嗯 这个就专题 一个节目的 做个三五小时 呢 把它都讲 这里面 每一个格里面讲的 数字 谁是说的什么 啊 这个信息到哪 发挥什么 做有接收信息是哪一面反馈 或者怎么 太复杂了 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文件啊 解密了 好了 那么 这个文件为什么会解密 这里边有问题了 是故意解密的 呃 是让 俄罗斯 知道美方的 企图 还是北约 这个计划要真的展开 让俄罗斯 不得不付出一些 人力物力的代价 来准备更大的战争 还是虚晃一枪啊 掩护现在乌克兰军队的撤退 是吧 啊 这个我马上就说到 呃 这个泄露这种东西 一般来讲这么机密的东西 不应该被泄露 但是呢 呃 很容易就泄露 所谓很容易就是 呃 流失的渠道不是很高级的渠道 是一般一个记者 啊 不是什么 这个大报的呀 或者有特工背景的调查记者 不这个啊 就是一般的 呃 从哪呢 好像是从这个 纽约Post那边传出来的 整个网上一下就传遍了 啊 因为做记者的特别调查记者的 非常敏感 特别现在这个战事战争状态下 好